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之后 欧盟终于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据路透社 法新社等报道 6月12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 如无法与中方达成解决方案 将从2024年7月4日起 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车征收临时返补贴税 三家被抽样调查的企业 比亚迪 吉利汽车和上汽集团 将被分别加征17.4% 20%和38.1%的返补贴税 对参与调查单位被抽样的艾池 江环 宝马 奇瑞 伊契 长安 东风 长城 领跑 南京金龙 蔚来 特斯拉和小鹏 返补贴税率为21% 对未配合调查的电动车制造商将征收38.1%返补贴税 叠加欧盟原有对进口车征收的10%关税 中国电动车出口欧盟的税率将增长到27.4%至48.1% 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电动车被列为特例 它有可能得到单独税率 欧盟对华贸易战的信号弹已经升起 上述决定宣布后 中国商务部 外交部接进行了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强烈不满 中国产业界对此深感失望 坚决反对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强调 这起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38.1%的关税是什么概念 此前 欧盟对所有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是10% 中国对欧洲的汽车征收的关税也在10%左右 只有超过3.0T的大排气辆汽车的关税 才会达到或者超过25% 欧委会称 如与中方的讨论 不能得出有效解决方案 这些临时反补贴税将从7月4日起实施 但要让欧盟委员会改变决定 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中的至少15个站出来反对 目前只有德国 瑞典和匈牙利三国明确表示反对 专注于出海研究的北京大学博士勤测号告诉我们 这次所谓的反补贴税多半会落地 只是税率和征收方式还可以商量 比如中国进口电动汽车涨价而欧盟降税 从过去近一周的外界反应来看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加征关税的举措 对中国汽车整体出海浪潮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反倒让欧洲汽车人先破防了 这是怎么回事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祭出关税大棒之前 美国于5月14日率先动手 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了史上最高关税达到100% 因而 有业内人士认为欧盟是在效仿美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EDP讲习教授薛曲表示 这是欧盟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识的表现 美国一定程度上为欧盟出台的对中国汽车关税政策提前打了掩护 美国很高 然后欧盟低一点似乎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宽容 但欧盟更重要的考量是 中国电动汽车威胁到了欧洲市场 众所周知 汽车产业是欧洲工业的掌上明珠 不仅在GDP贡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还为当地百姓提供了数千万个就业机会 而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世界汽车工业的大本营 汽车在欧洲是名副歧视的高负加值产业 这里分布着众多世界级汽车企业 包括德国的大众汽车集团 宝马集团和梅塞德斯 奔驰集团 以及伊法的Stellantis集团 薛雪指出 此前数十年 欧洲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 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 为其高负加值的汽车产品 在全世界的销售 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但此前的自由贸易 是建立在知识产权保护 和欧洲汽车领先对手的基础之上的 但中国电动汽车的快速崛起 以及大量出口欧洲 打破了欧洲汽车 对全球保持领先的格局 这是欧洲当权者 此前从来没有预料过的结果 因此 在这种背景下 欧盟不惜顶着贸易保护的帽子 也要对中国汽车下狠手 以试图维持欧洲汽车的地位 欧美企业从来没有碰到过 像中国企业这样强大的对手 强大到足以把汽车 这样一个高附加值产品的主导权 从发达国家手中 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这才是欧盟出台关税 一个根本性原因 薛旭对我们表示 那么欧盟此次举起的关税大棒 是否真能起到 抑制中国电动汽车 在欧洲的发展 或者说 这对中国汽车整体出海的影响大吗 对此 成年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没啥长期影响 欧盟关税基本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平均在20%左右 对中国多数企业影响不大 一些经济学家也表示 从经济角度来看 额外关税的直接影响将非常小 在截止到今年4月的前12个月中 欧盟从中国进口了约44万辆电动汽车 价值91欧元 约占欧盟家庭汽车支出的4% 数据显示 今年4月 欧盟进口的中国生产的电动车数量为1.7万辆 占欧盟电动车销量12万辆的14.2% 其中出口最高的4个品牌 分别是沃尔沃 上汽明爵 比亚迪和吉兴汽车 分别是超过8000辆 超过3000辆 以及超过2000辆 和接近2000辆 可以看到 出口到欧洲最高的4个品牌中 有3个属于吉利控股集团和上汽集团 这也是欧盟关税出台后 上汽和吉利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公开反对的原因 而其他多数中国企业则冷静看待 因为对他们的影响有限 而之所以说 欧盟关税对中国企业影响不大 除了税率在预期之内 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中国企业多数可以自行消化 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 无非就是相较以前赚的少一点 欧盟委员会调查显示 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 通常比欧盟制造的车型低20% 事实上 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汽车 价格普遍比国内高出一大截 其中 比亚迪ATO3在欧洲市场的起售价 为3.799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29.8万元 比国内对应车型员 PLUS高出近150% 比亚迪海豚在欧洲市场的售价 比国内高出120% 而此次受影响 最大的上汽集团 其去年在欧洲市场最卖座的车型是 MG41V全年销售7.2万辆 MG41V在欧洲定价3.285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25.3万元 比国内版本高130% 吉利旗下的沃尔沃 吉星 还有前不久刚在欧洲加大投入的蔚来汽车 他们在欧洲销售的车型 定价往往都比国内高出20%以上 可以看到 面对增加的关税 中国进口到欧盟的汽车 可以在不涨价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确保不赔钱 而不涨价 也可以保证中国汽车 在欧洲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又淡化了欧盟关税所带来的影响 但欧盟的这波操作 可把自己人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坑死了 毫无疑问 欧盟此次的关税政策 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对中国汽车出口的抑制效果还未知 但已经先伤害到了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利益 2023年 欧洲销售的纯电动汽车中 有30万辆从中国进口 欧洲市场也是占中国纯电车型出口总量 40%以上的最大市场 但需要指出的是 欧洲从中国进口的纯电车型中 有60%是欧美厂商在中国工厂生产 然后出口到欧洲 欧洲智库替语E调查的数据显示 2023年从中国进口的纯电车型 按厂商划分 在中国上海拥有工厂的特斯拉占比最高 达到28% 其次是在中国湖北工厂生产 然后出口的法国雷诺旗下品牌达奇亚 占比达到20% 在中国沈阳工厂生产的宝马 出口到欧洲的份额达到6% 其他欧美厂商战胜下的6% 这些欧美厂商将中国作为出口中心 2023年合计的出口份额达到中国总体向欧洲出口纯电车型总量的60% 很显然 从份额来看 欧盟此次对中国厂商征收的额外关税 对欧美厂商的打击更大 虽然欧盟表示特斯拉将单独采用不同的关税 但其中的损失仍然不容忽视 在欧盟宣布将要加征关税的第二天 特斯拉就宣布将从7月起提高Model 3的欧洲售价 因为在欧洲销售的Model 3是从上海进口的 特斯拉的逆势涨价被认为是为了应对欧盟的额外关税 欧洲的六大汽车制造商 大众 宝马 奔驰 斯特勒提斯 雷诺和沃尔沃 目前已经有五家站出来公开反对欧盟的关税政策 沃尔沃由极力代替发声 雷诺目前虽未发声 但其首席执行官近年以来多次表达出 要和中国厂商加深合作的意愿 大众汽车集团表示 反补贴税不适合增强欧洲汽车工业竞争力的长期目标 我们拒绝它们 大众汽车还表示 欧盟委员会做出这项决定的时机 对目前德国和欧洲疲软的电动汽车需求不利 这一决定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给欧洲 尤其是德国汽车行业可能带来的任何潜在利益 宝马集团首席执行官齐普策 则直接了当地表示 额外征收进口关税的决定是错误的 欧盟委员会正在损害欧洲公司和欧洲的利益 保护主义可能会引发恶性循环的风险 关税会导致新的关税 进而导致孤立而非合作 从宝马集团的角度来看 保护主义措施如征收进口关税 不利于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功 自由贸易仍然是宝马集团的指导原则 我们公司致力于此 齐普策表示 梅塞德斯奔驰集团首席执行官康林松 也第一时间发声 他表示 作为一个出口国 我们不需要增加贸易壁垒 我们应该本着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 努力拆除贸易壁垒 康林松还表示 取消限制和扩大公平自由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 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方向 欧洲汽车制造商之所以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欧盟的关税政策 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中国市场是欧洲厂商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甚至没有之一 对德国车企来说尤其如此 今年一季度 中国销量占到大众汽车集团的33% 而一季度 中国市场对宝马全球销量的贡献则是32.5% 对奔驰的贡献则是30% 单一市场能有30%的贡献 可见中国市场对德国车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三大德国汽车制造商担心 欧盟此举会惹怒中国 从而对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造成毁灭性打击 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的制造优势和供应链优势 很多欧洲汽车制造商已经将中国视为全球出口中心 耗费巨资在中国建立工厂 然后将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欧洲等全球各地 但欧盟此次的关税政策 直接坑死了很多欧洲厂商 其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宝马 纯电迷你车型是宝马实现电动化转型的关键 这款转型之作按照计划将在中国投产 由宝马集团和长城汽车的合资公司光束汽车 完成生产并出口至全球 但是现在 纯电迷你还未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 宝马就遭遇欧盟委员会的当头一棒 有报道称在中国生产的纯电迷你很可能会面临高达38.1%的顶格附加关税 这对于宝马的全球电动化战略无疑是致命一击 可见欧盟举起的关税大棒砸到的不全是中国车企 还有更多的欧美企业 从利益角度来看 欧美车企遭受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中国车企 在欧洲建厂 被认为是中国汽车厂商应对欧盟关税的选项之一 对此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投资计划 不会因为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而受到影响 成年会秘书长崔东树也表示 中国企业将坚定不移地在欧洲发展并融入当地市场 由此可见 欧盟各国虽然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涌入心存警惕 但他们也在有心争夺中国汽车制造商所带来的投资和就业机会 目前 欧盟各国很多政府已经出台了激励措施 以此来吸引中国车企到欧洲建厂 对此 财福副总裁许欢平告诉我们 此次欧盟关税对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的总量 影响不大 可能会从2025年开始有所影响 因为此前的预测一直将欧盟作为主要的出口增长地区 想要增长最终都要建厂的 否则就是小打小闹 你到欧洲建厂就是和他们同台竞争 要不然你用中国成本和他们打 他们是受不了的 许欢平谈及中国要到欧洲建厂的原因时 向我们如此表示 目前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中国厂商到欧洲建厂的理想之地 其中 比亚迪去年宣布将在匈牙利建设欧洲市场的首个乘用车工厂 这是匈牙利获得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首个投资 比亚迪还考虑到2025年在欧洲建立第二座工厂 希望通过新建汽车厂加快新能源乘用车进入欧洲市场的步伐 进一步深化全球业务 积极推动世界能源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 另外 有消息指出 长城汽车也正在就建设工厂仪式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磋商 奇瑞今年也通过收购的方式在欧洲建立了其首座工厂 这座工厂坐落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原本是一处日产的旧工厂 西班牙是欧洲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汽车制造国 据悉 奇瑞汽车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开启在欧洲的生产活动 对此 奇瑞欧洲业务负责人表示 该工厂的建立有助于缓解关税带来的压力 意大利同样在积极推动中国车企在当地设立生产基地 此外 上汽集团也计划在欧洲建设两座工厂 并有可能在今年7月就此进行宣布 据悉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匈牙利均为上汽集团考虑建厂的候选国家 尽管欧盟委员会对中国汽车采取了严厉措施 但中国厂商进决欧盟市场的决心依然坚定 这是因为中国车企深知 要吸引欧洲消费者的关注就必须被视为欧洲本土品牌 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在欧洲本地进行生产并实现真正的本土化 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对外开放和公平竞争而不是什么补贴 2006年 中国将汽车进口关税税率下调至25% 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 2018年 中国整车进口平均关税进一步降至13.8% 其中零部件平均关税仅6% 并取消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 2022年 中国进一步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宝马集团在华晨宝马中的持股比例增加到75% 开放合作为中欧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助力 宝马 大众 弗吉亚等欧盟企业持续扩大在华西能源汽车业务 在电池 智能化等方面加大与中企合作力度 明德时代 未来 比亚迪等中国企业也在德国 匈牙利建厂 助力欧盟电动汽车产业竞争力提升 公平竞争更让中国汽车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 在开放市场环境下 中国汽车产业抓住绿色发展机遇 加快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中国汽车在电动化 智能化方面走在前列 是尊重市场规律 充分竞争的结果 而非补贴的结果 当2022年底 中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到期退出时 欧美仍在实施大额购置补贴 而且补贴力度明显高于中国 动辄加关税 助壁垒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 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雷诺公司一名员工说得好 欧洲制造商不可避免要适应市场变化 我们的企业必须学会与其他市场参与者共存